小黑绝对是任牙中最惨的男人 他不仅被杰克打断了舌头 还遭到武道家的连续暴打 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自从小黑偷袭了射川和独步后 他的自信心变得极度膨胀 甚至妄图挑战任牙的姐姐杰克犯马 毫无疑问小黑惨遭杰克一顿暴揍 最后就连舌头都被对方直接打成两劫 为了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 小黑想到了骚江的鬼抱之力 可当对方看到了他那断裂的舌头时 骚江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就在这时 射川刚起找到了小黑 显然他是来抱上次的一箭之仇 随后两人来到一块空地 小黑不明白 明明两人已经分出胜负 为何射川还要对他纠缠不清 对此射川表示上一次和小黑交手只是完完 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决斗 很快两人就摆好架势准备开打 虽然小阿里现在身负重伤 可面对挑战他依旧来者不拒 小阿里挥出快如闪电的次觉 却没想到被这老头给撞倒 趁此机会射川一把握住了小阿里的手指 毫不留情地瞬间掰断 可这还没完 接着他将小阿里按在地上 开始反复地蹂躏小阿里的断指 几番折腾后小阿里痛得失去意识 彻底昏死过去 再次见到烧江时 小阿里的手已经被打上石膏 看到小阿里这副模样 就连烧江都忍不住说他是个笨蛋 可两人话还没说几句 武神渝帝独步突然出现在窗外 见此情景小黑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出去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巷子 对于上次的结果独步很不满 所以现在独步还想再打一场 小黑心中有一万只草泥马跟腾 可独步却告诉小阿里 人不可能时刻都处于最佳状态 但身为一个斗士 要做的就是能够随时应战 这么精彩的剧情 你不会是独自观看吧 一个人看剧感觉孤单 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 探探上面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 脱单可快了 下次追剧害怕了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 趁你病要你命 独步一脚踢在小阿里的断指上 瞬间撕心裂肺的疼痛传来 面对独步的挑衅 小阿里解开了缠着断指的绷带 接着他强行将手指握成了拳头 一记快如闪电的刺拳打在独步的头上 殊不知独步出了名的头体 小黑的拳头竟被直接撞成了骨折 不服气的他再次发起攻击 然而老六终究还是老六 独步开始疯狂攻击小阿里已经断掉了手掌 接连的攻击让小阿里痛不欲生 可独步丝毫不给小黑反击的机会 此刻的小黑差点哭出来 不料独步却不要脸的表示 对着弱点打本就是战斗的常识 恼羞成怒的小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撕开衣服将其绑在自己的拳头上 可没了速度的优势 小阿里的刺拳已经不足为据 独步凌空跳起 然后狠狠一脚踩烂了小阿里的脚掌 接着又一拳打烂了他的膝盖 挨了这一套连招过后 小黑已经彻底废了 爽完的独步也不想再欺负他 穿上衣服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